新竹原警埋伏已久 看见眼前这名白衣男子出现在骑楼下 狂奔朝男子方向冲上 警方多人合力将他抓住 男子一开始还想装傻 直到警方拿出牛皮纸袋内的搜索票 这才乖乖就范 原来这名男子早就是新竹警方锁定对象 怀疑他可能持有枪械及强大火力 结果原警长期跟肩搜证 见时机成熟将嫌犯一网打尽 当场查获改造线弹枪一把 改造手枪两把 及子弹426颗等证物 证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移送侦办 将搜证物证一字排开 数量多到惊人 嫌犯还用颜色来区分 根本堪称小型军火库 其中最让原警压抑的 就是这把PPK半自动手枪 还有这个 PPK短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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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短 把手枪刀放在你的手枪 所以你只能把手枪刀砍 多次出现在007系列电影 是男主角詹姆士庞德的指定用枪 同时PPK也是许多国家警用配枪 算是十分罕见 这回居然出现在新竹民宅 男子可能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在大白天当街被逮捕 爱枪成吃的黄姓男子 四项爱收藏枪械 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原警盯上 警方也会持续追查 是否有协助帮派保管强支 三地新闻 赵会议 朱大云 新竹采访